记者林慧琴台北报道 卫福部及关署今日公布国内今年首例德国麻疹奔土病例 是台北市西门丁福市店工作的一名31岁男性 与可传染期间除了工作就意外并无特殊活动时 提醒您众若曾于8月20日至30日去过西门丁福市店 请自主健康管理21天出现疑似症状 应戴口罩紧速就意并告知医师相关接触史 根据疾管署资料 该名患者8月23日起出现颈部08节重大症状 27日29日分别出现红疹与结膜炎等症状 30日至医院就诊经通报检验确认感染德国麻疹 目前自主健康隔离中 疾管署副署长庄仁祥表示 个案于曝露期间无国外旅游史 研判为本土病例可能感染来源调查中 而在可传染期间只有工作与就医 已掌握78名接触者 包括亲友同事就医时曾接触的 医护人员与病患 预计追踪观察至9月24日 此外庄仁祥也强调 8月20日至30日曾至西门丁福市店出入的民众 以最后接触日起算 请自主健康管理 21天如出现发烧疲倦 鼻咽炎 二后淋巴结明前肿大 及伴随全身进步规则求诊等疑似症状 应戴口罩紧诉就医 并告知医师相关接触史 疾管署统计 今年截至8月31日 国内共有三例德国麻疹 其中一例国内感染 二例境外移入感染国家为菲律宾与中国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